34岁福元爱最新亮相 刘国梁用心良苦 32岁刘诗文遭网友封劝 大家好 我是兵哥 欢迎观看兵哥聊球 德班士兵赛开赛在即 这次的比赛 国拼队伍早早就做好了准备 现在就等开赛 去收获五项冠军了 国拼目前最大的对手就是日拼队伍了 刘国梁早前就推出了养狼的计划 希望国拼能够拿到冠军 但看到日拼打出好成绩的时候 也会心疼国拼 历届日拼队伍也有很多 让国拼球员和球迷非常喜欢的球员 其中有一位就是福元爱 近段时间已经34岁的福元爱 最新亮相上海抹博览会 引起了球迷们的热议 福元爱目前担任世界拼联日本区总经理 主要负责整个日本乒乓球运动的推广和发展 位高权重 但福元爱从小在中国长大 和国拼的队伍感情深厚 福元爱能够担任此职 想必刘国梁也在背后用心良苦 不过福元爱一路也非常受争议 喜爱的粉丝会送上花 但质疑的粉丝说福元爱近期离婚后 有了新的恋人 但作为富二代的蓝芳 却不出任何的费用 所以开支都是福元爱的 因为频频被曝光绯闻 福元爱的收入大幅度缩减 连婚后贷款买的别墅都无力偿还 甚至决定出租别墅来还房贷 所以质疑福元爱来中国是为了捞钱 对此32岁的刘诗文 作为福元爱的好友 却遭到了网友们的封劝 之前不少的球迷催刘诗文结婚 但目前来看还是宁缺勿赖 一切随缘吧 大家对此怎么看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